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盘点陆继名和负责一的吃住名仓面 没事 走 我要去拿我的包 你为什么要他的话都不要我的包 对你来说还是啥事 你想想想想 能不能坐下 你可憐 那谁敢打断你 挡仇了 他真是个称职的清洁工 我管你 你面对提出物理要求的顾客 你不会拒绝的 我还不是为了酒店 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学长 你怎么来了 事情解决怎么样了 解决完了 不劳苏总可以进来 我们也要回去了 对吗 拿出发 我坐学长的车走吧 你就算找人演戏 也不至于找一个演技这么差 你说谁演技差的 来呢 来呢 玩什么呀 你说呢 好 好 我走 我还以为苏总 只喜欢吃西餐的 这中餐和你胃口 加香菜吧 在美国的时候 就好这么多好吃 自己最美的 菜啊 菜啊 还是自己家比较好 家来家去的 脱野传人 我这用的是公募勺 我妈回国了 和我说下个月就要举行婚礼 千交代万交代 你要我陪天明去选婚的 什么 你要我和那姓叶的去选婚纱 不行 结婚可是人生大事啊姐 他跟别的男人 是婚纱都不告诉你 我觉得他 根本就不在乎你 副长 什么 学长 好 谢谢 你们俩就是 我小学妹 终于肯同学妹 变成我女朋友了